看看 實際在看衛星雲圖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 當然剛剛這個發布 大雨特報警戒範圍 就是臺南高雄這一塊 但是在我們北部這個梅雨封面 其實已經漸漸地遠離我們 那在下禮拜 可能這風場就要從西南風轉為偏南風 也就是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要來了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兩天 當然還是受到這個封面 以及偏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這兩天還是有像剛剛這樣的 大雨特報情形 就是突然這個雲層或是對流雨就非常大 你看這個突然在臺南這一塊 還有高雄這一塊 剛剛在這個六點到七點的時候 突然雨下的很大 就是這個原因 西南風的影響對流又溫暖 好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為什麼這個專家說 梅雨季要結束 最主要就是接下來 在北方的高壓系統 會往西往下延伸到影響我們 如果真的影響我們就是夏季的天氣形態了 好 不過我們就來看看 未來四天降雨的這雨區大概是如何 好 未來四天的雨區模擬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還有明天 還是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地區 還是有綠色區塊就是降雨的比較 這個累積雨量比較大的 而且會降雨比較激烈的地方 好 包括了中部的山區 以及我們剛剛講到南部地區 甚至在北部的山區都有 明天在這個南部地區 也還是這樣的一個天氣 但是禮拜六開始 高壓就會逐漸影響我們 你看這降雨的整個範圍縮小 累積的雨量也沒有看到這個綠綠 或惶惶這累積那麼大的情況 那週日呢 好 雖然還是雨區是有擴大 但是你看這累積雨量就沒有那麼大了 好 也就是說週六開始 這高壓影響我們 所以呢 這個過去的 這所謂的梅雨的一些典型的降雨 這個情況就會截然不同的發生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在這個溫度的部分 剛剛講到夏季天氣形態 今天特別注意的是東部 東部昨天花蓮玉璃37度 大家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吹起了粉風 那其實今天降暑 還是針對了台東這邊 發布了橙色的高溫警示 也就是說連續幾天都會有36度 或以上的高溫 而且我們看到 其實你現在看到包括了嘉義 台南 高雄 這溫度25 26度 這下過雨了 沒有下過雨的 你看新竹快30了 台北28度 現在7點半不到 宜蘭花蓮也有27 8度 也就是說現在的天氣就是這樣 你一下雨 然後變得比較涼爽 比較涼快 那沒下雨的地方就會很悶熱 那東部這邊是要防焚風 焚風發生 哇 這一熱起來真的不得了 你昨天上37度 真的非常的熱 好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天氣型態 就是你也要注意 是在悶熱的部分 你會感覺很不舒服 或是中暑 特別要注意 外出要多補充水分 那各地的高溫 大概32到35度 只有東部 尤其台東 可能要注意有36 甚至37度的高溫出現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一週天氣的部分 就可以非常清楚了 剛剛講到禮拜四禮拜五 還是比較不穩定的影響 我們天氣到禮拜六你看這個雨就停了 好 雖然禮拜天到禮拜一都是有降雨的情況 但是到時候降雨就會是比較像是夏季 午後雷雨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在週二週三 或是之後 甚至你就不會感受到有這個封面的影響 我們這種綿綿細雨的感覺 大部分的都是夏季啊 這個晴朗 然後午後雷震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好 所以呢 這兩天還是要特別注意 特別在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在雨具的攜帶呢 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好 接下來我們這把時間叫喬伊